被動 色情守門員 李維 完全一臉受痛的問題 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真的會唱完 進入自我介紹環節 好 色情守門員 好 歡迎回來 色情守門員 在下實稿 大家好 我是曉迪 我是阿強 好的 歡迎回來 我們今天又有一位特別來賓了 是Lini 每集都很精采 對啊 每集都有認識新朋友 其實蠻開心的 好 那我們先請來賓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Lini Lini好 哈囉 放聽說Lini有點小緊張啦 我們這個節目就是有點小亂來 沒有 我也很緊張 你很緊張 完全看不出來 我很緊張 好 那Lini是高強的朋友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高強怎麼認識Lini的 就我們當初是因為喜歡同一個品牌的衣服認識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做這個節目啊 就想說身旁親朋好友都就是直銷一下 所以我就把節目貼給他 他聽完就覺得好像不錯 就很不錯 對 然後想說要不要來上節目 因為他本身也是玩蠻多交友軟體的 有一個小發現是說 其實我們最近在問很多身邊的親朋好友 其實大家都蠻願意分享自己的交友軟體的經驗 包含說因為高強有做一些田野調查 就是有在一些交友軟體上面直接可能 上面會明確打說要不要來上我們節目啊 或者是我們會在各個地方露出我們的表單 其實那個報名比想像中踴躍很多 我以為你會繼續講更多 因為我以為你身為心理系背景的小弟 我以為他會講更多 為什麼大家那麼願意分享 其實大家可能看不到 因為石膏講完這句話就看了我一眼 沒錯 結果他就喔 喔屁 對其實我覺得近幾年啊 其實我覺得大家有開始正式交友軟體 其實並不是一個這麼像以前被污名化的東西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這個需求 然後是一個很自然而然可以使用的一個交友的方法 對 但我還是有發現一個現象是 雖然大家很願意分享自己在網路交友的一些故事 但通常還是會想要用一下匿名的身份 對 其實我們來賓都還是有稍微 對 包裝一下 包裝一下 沒錯 沒錯 對對對 所以Lini可能本人不叫Lini 哈哈哈哈 他本人被認出來 都要包裝一下 可能叫Lini 那上一集阿慧叫阿慧嗎 欸真的是 哈哈哈哈 他就沒有在沒在怕的 那實稿真的叫實稿嗎 實稿就叫 欸 欸 之後有一集我們可以來聊這個 實稿到底叫不叫實稿 那我們就切入正題好了 你大概玩多久了 其實我玩蠻久的 大概從出社會到現在 應該至少玩了六七年有 哇 你會跟交友軟體上面的人出去嗎 會啊會 喔 那可以給我們大概一個數字 大概 其實還蠻多的欸 講認真的數不太出來 喔 好厲害 兩隻手指 欸 可能要加那個腳趾頭 喔 那蠻多的 欸那通常見面的準則是什麼啊 因為 就是對象蠻多的嘛 可能可以配對到 那會用什麼標準來篩選 要不要見面 其實我覺得 就是聊天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覺得受到尊重 或是就是有沒有覺得跟他聊天其實是個比較自在 沒有那麼自視化的東西 喔 還是要舒服 頻率對了 你就會覺得是可以出來的 對 那你是會通常是會主動 提出見面邀請的人嗎 還是 不太會 我不是邊被動 喔 被動 欸 愛你 其實就是想聽這個 哈哈哈哈 不是這麼久的 對 好 整個開頭結束了 歡迎收聽社情首歌 沒有啦 開玩笑的 那我很好奇 你一開始出社會 想要玩教軟體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本身不是台北人 然後我的社交圈比較小 就是可能都是落在念書啊 或者是以前打工這樣 那我覺得說就是其實你要透過 其他方式去認識人 你可能就是要 可能去聯誼啊 或是參加什麼活動 可是我覺得那目的性太強 喔 我覺得教育軟體是看不到對方 那你可以就是先透過文字 或是聲音 去認識對方 喔 對 比較輕鬆一點的 沒錯 認識這樣 喔 欸 那有聽過一派說法 其實是 有些人玩教育軟體 好像目的性也蠻強的 就是可能 通常是男生的部分 會遇到這樣的狀況嗎 有啊 那當然就是 他的目的性 是 但是我的目的就是只是單純聊天 所以我們就不會生聊 喔 這樣頻率就不對了 大家不在一起 對對對 那有人試圖開發你嗎 試圖開發到那個頻率嗎 有啊 很多啊 其實蠻多的 是不是男生就會一直想要 他們都 契而不捨 到底怎麼開發 他們就會問說你要不要約啊 然後要不要就是 我有錢啊 然後一個晚上多少 要不要出來約會 陪我約會兩個小時八千 哇 完蛋 阿強行動了 阿強 有行動 那下次請把這個機會 你就留阿強的Line 你就說好啊 然後阿強的Line 請教我Line 你剛把你的Line練出來 好壯 所以兩小時八千 就是出去約一個會 認識一下 他是這樣說 但是過程中是什麼 我不知道 對 難免可能會發生一些 對啊 危險的事情 對 還是要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哇 女孩們真的是偏吃香 你請不要這樣看我 每一集都會越來越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哇 男生真的偏弱勢這樣 不要這樣說 男生還是有在就是 應該是說女生 還是有在被詐騙這一塊 還是有 了解 也是 常常看到一些新聞說 就是一些 以為照片是男模 那種看起來很厲害的 一個帥哥照 但其實見面就是一個肥仔 真的 對 那你有遇過嗎 我好像還好 我算是運氣真的蠻好的 抽籤都抽很好 哈哈哈哈 所以你見面前 你會確認一些事情嗎 比如說一定看到他照片啊 或者是身高 看到照片是基本嘛 就是可能大家現在要美濟 包含我自己也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看到照片 那再來就是你可能會 約會的地點 你要自己選一個公開場合 可能比方說是 我不介意跟就是網友出去喝酒 我不介意 我也不介意說去一些 比較可能 深色場所幹嘛的 但是我覺得保護自己是 唯一的最大的重點 我現在要深色場所 所以有人約你去深色場所 沒有到那麼深 比方說我的深色場所 可能就是這個 KT 唐姆熊 唐姆熊 喔對呀 哈哈哈哈 五光十色 對 對 對 沒錯沒錯 就是對 太古達人 我現在立刻有提到說保護自己 那當然可能會去一些深色場所 那有沒有怎麼樣的一個手段 是最可以保護自己 怎麼樣的手段 我覺得女生如果說 就是男生要約你出去喝酒 這代表他目的性 一定有就是那個目的在 但是你要自己就是衡量說 你的酒量好不好 如果你不願意 你覺得這人怪怪的 你要隨時隨地就是 叫你朋友來救你 喔 就是出去之前說 欸我現在趕快 現在立馬打電話給我 或是你自己設鬧鐘 也可以隨便你開心就好 但是就是你要自己想辦法 就是脫身 嗯 對 喔 我記得有一個APP 是你可以設定說 過一陣子 就是比如說設定10分鐘後 然後有一通假的來電 會彈出來 有嗎 有這個東西 有 有嗎 可以介紹給我 真的真的有 等一下打開來給大家看 什麼情況下會用到這個 Skull 我是沒用到 但就是可能真的有這個需求 就有時候你必須要脫身 然後你設定一個小時 然後就假裝有一通電話 那個介面真的會跳出 所以從電話來 喔 對 因為IOS 它是可以寫那個Cull Kit 然後讓那個 欸欸 這就進入到 太專業了 哈哈哈哈 Cull Kit 那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 就是好的一個見面體驗 好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男生很紳士的話 就是我很討厭跟陌生人 有肢體上的接觸 嗯 尤其是可能有些男生 就會藉由 並肩走路 揉你的腰啊 什麼之類 我覺得這個 很不行 嗯 就大概他只要揉腰 我就會想辦法 喔好 我去Save 買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要回家了這樣子 喔 所以這個 這個行為一出現 你就會流走 就會想辦法流走 因為我覺得他意圖不歸了 是 對對 意圖不歸 所以 嗯 這樣的比例大概多少啊 我覺得差不多三四成欸 如果男生就是 我算真的蠻幸運的 沒有遇到一些什麼怪卡 幹嘛 嗯 嗯 了解 三四成很高 對 算蠻多的 好 那我們剛剛其實給聽眾一些想像 就是大概知道說 林妮她是怎麼用交友軟體 然後大概遇到的狀況啊 然後還有其實這個樣本書我覺得算多 所以接下來他的分享的經驗可能都蠻值得參考的 對 那我們就直接潛入 因為大家其實可能大部分的聽眾都會覺得說交友軟體 他可能聯想到就是愛情嘛 然後會有一個愛情的結果 對 那你在你有透過交友軟體然後真的結尾愛情嗎 有啊有 當然有 哦 大概多少 出社會的兩段感情其實我都是透過交友軟體去認識 我另外一半 當過去的另外一半 哦 那大概多長啊 你們交往時間 其實都不短欸 一個將近三年 然後一個 一年多 哦 那三年其實蠻長的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多問一點 想聽故事就對了 哈哈哈哈 想聽了 來了來了來了 因為我玩交友軟體其實是蠻長一段時間 早期有個beat talk 我不曉得有沒有聽過 有 他現在應該已經沒了吧 我記得沒錯的話 對 那我認識這個男生 就是他住台中 然後他的工作長期在大陸 那我們有見面 他還特別來 就是他好像從大陸回來的時候 我記得沒錯的話 是他特別從桃園搭高鐵來 台北找我 然後我們就見面 就聊得蠻開心 然後後來我們在一起 但是在一起其實 我們是聚少離多遠距離戀愛 然後我其實是個可以接受遠距離的人 可是在會分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有一天他老婆打電話給我 說你不要再跟我老公聯絡 蛤 蛤 你剛剛講到其實在一起三年欸 對 所以他最後是三年後他老婆打來跟你說 如果他沒有 他老婆沒有打來跟我說 你不要再跟我老公聯絡了 我可能就 到現在還是剛才 蛤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過程中間這幾年 因為這已經發生蠻多年了 可是我不知道就是這幾年會不會發現 但是 如果他沒有跟我講 我相信我還會再繼續被騙 蛤 什麼 哇 這故事 欸 再讓我確認一下 他老婆打來 所以是你男友的老婆 代表他其實本來就結婚了 然後 在這交往期間 應該是說他是在交往期間結婚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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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怎麼結婚的 怎麼辦到的 可是我很冷靜的講完這段話 大家都很衝 就每次想要分享都這樣 第一個衝擊是你很冷靜 然後第二個衝擊是怎麼沒辦法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第三個他怎麼辦到的 對 我覺得聚少離多是一個點 只是聚少 因為畢竟他在台中 我在台北 所以我們其實本來就很少見面 那我覺得每次見面 我們其實聚少離多的見面都不太會吵架 去爭執那些有的沒的點 然後我也不是個會查情的 因為我覺得他的工作忙 我工作也忙 他會查我請 但是我不太會查他請 只有一次會讓我覺得怪怪是他有一次出國 然後反而我就覺得第六感不對 我就覺得不對 一定是不對 然後我就 我就很生氣 他回台灣的時候 我說你身份證記有看 蛤 你那個第六感很準欸 怎麼會突然間有這個靈感 我就覺得那一次很奇怪 我就覺得他那一次出國很不對勁 我就說你身份證記有看 然後結果他就拿了一張 佩爾蘭是空白的身份證給我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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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od 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 voters 請問請問去哪兒買 不要學不要學 我在幫所以告 我要忘記好了 歡迎 小迪好心动哦 所以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交往多久的时候 去验证她的身份证 大概将近两年吧 两年的时候 那有没有可能 她其实那时候真的也还没有结婚 因为她后来有封锁我 那我就透过我朋友 有一些共同朋友 我就得知说 她结婚的时间 大概是在我查她身份证的前 三个月到半年之间 所以她说是在一起 一年半快两年的时候 她结婚了 这样子 哇塞 所以她出国 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去督蜜月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那次 不对劲那次就是去督蜜月 然后你的第六感的警铃就零零作响 可惜我没有好好的去 就是再深入一点 你们平常会视讯吗 会啊会 重点就是会 对所以出国怎么跟你视讯呢 一样就是还是照视讯啊 就是还是会讲电话 还是会照视讯啊 那她本来用的出国理由是什么 她就说她要跟家人出去 我好像回来查她身份证 就是因为这个点 我就说那你为什么没有传 你跟你家人的照片给我看 这样子 然后她就说 就是她跟她妈妈 她跟家人走 因为可能跟老人家走的是不同 是分开的 有点分开这样 所以就是没有机会拍照 我说我也没有多想 这其实就蛮吊诡的 对因为跟家人一定会有一些 对相关的照片会出现 那回来看到 就是那心情一定很忐忑嘛 就是说那我回来一定要查她身份证 那你看到她空白那个当下 你是什么感觉 我就有点放心 就是是我多想 重新爱上她 没有重新爱上她 她就说是我多想 一般人真的会放心 真的会放心 就空白了 那我很好奇你们通常之前见面的频率是多少 大概一个月一次到两次 因为那时候刚毕业很穷 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打高点 所以是冬至你去找她 她也会来找我 就是我们都会就是互相 就看谁比较方便 对 那我想再多问一题 通常男女朋友视讯 那如果有点好奇 可能就是说那你照一下你的旁边 或什么 你360度全转 就是都有看到 她还拿着手机这样 就是走来走去在她家 很距离 对 她也没有就是避讳说 哪里干嘛 只有没人 但是后来我得知就是 因为她跟她老婆好像也是 也不是说住在一起 可能是假日夫妻这种 对对对 所以让她就是有机会可以在外面乱来 没错 很吊 好惊论 太震惊了 所以就是其实可以合理推断 她在跟你在一起之前 她就有女朋友 对 其实是可以合理的推 就是你现在回去想这些 其实都是 都是有一些 就是小小的 小小的线索可以让你发现 想知道那些线索是什么 比方说 可能有时候 就是真的是人间蒸发 就是因为 可是我也会人间蒸发 我工作的关系 我可能也会人间蒸发 所以我觉得 很多东西其实 可能从其他女生 可能就会觉得 哦 这里很奇怪 可是我觉得 对我来讲那是合理的 对 天哪 那她通常会用什么理由说 我刚才消失了 没接到你电话 我就说她去就是 工厂里面忙了一下下 什么之类的 因为她是在广州的一个 反正她们家也是开 那种工厂 就是制造业那种 所以她去看一下厂 然后那厂里面 收讯不好干嘛 之类有的没的 反正总之 男生要回避这个理由 有一千一百 应该说有千千万万 其实就是看 女生会不会买单 对对对 没错 怎样都可以编出来 没错 哇 那故事 还在鸡皮疙瘩 还在鸡皮疙瘩 回到刚才那个故事的 那个开端 就是说她老婆 打电话给你 那她老婆是讲了什么 就她是会骂吗 还是 没有耶 她老婆也很冷静地 跟我说 你不要再跟我老公联络了 我也吓到 应该是说她其实在 我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 前面就传了好多封简讯 和打了好多通电话 但是因为 我那天也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通常我的手机 我工作的关系 我手机不太关静音 然后但是那天 我好像是因为 前一天去参加朋友的 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把手机关静音 我也忘记把它打开了 结果我整个晚上手机 都在响我没有发现 反正就是边打 边传简讯边打 我不知道他们可能 是在争执当中吧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对对 然后一个很凌乱的简讯 然后也很凌 就是电话也是这样 0033可能有 有当时男朋友的号码 那也有他 我不认识的号码 那也有就是 就是没有显示的号码 就是那段 那整个晚上的来电 其实很凌乱 大概二三十通 哇 感觉那时候应该在大战了 对 对 差不多 他也没有 他有凶你吗 还是他就是 没有就很冷静的讲完 然后我就 我也就是刚起床 脑袋也没醒 我想说干发生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哈哈哈哈 尽量骂 这个该骂 这个真的发生什么事 因为突然 什么意思 我刚起床 然后你跟我讲这些 什么事是怎样 就是 然后后来我就 哦 然后我就这样子 然后就挂掉电话 然后大概 大概过了 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我才真的回声 说我刚刚发生了 我经历了些什么 这样 对对对 对对 没错 你们在一起三年 就你以为你认识了这个人 完全就不是那个人 对 我才想像 是我可不可以想拿刀 做点什么 这样 拿刀做点什么 切一些生鱼片来 我就说最近社会新闻很多 我就说 如果那个越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是注意 前两个星期 一个越南女生 怀疑他男朋友出轨 结果就把他机机剁掉 我就跟我朋友说 按这逻辑 我应该剁一只以上 对 应该是剁腿了 之类的 很夸张 那你后来还有再跟那个男人见面吗 没有 他也给你任何解释吗 还是就直接甄疮 没有他后来有传简讯跟我道歉 然后就是打那种论文型的那个讯息 想知道 前行提要 对对对 数据分析 道歉啊 然后就说什么 他真的很爱我什么之类的 但对我来讲 这些都是屁 对 还要讲过了 全部都是屁 下跪吧 他就说什么 自己也没有跟你联络 没听到你的声音 我真的有点不说 之类的 然后反正对我来说 就是他已经是个过去式 那我就觉得 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就 就是就跟当下说再见 非常雷利风行 对啊 我觉得很好 因为他说不定打这么多 其实还是希望 如果我们可以维持这种 这种关系 他可能 对没错 我觉得男生还是会有 我觉得这种男生就会有侥幸的心态 他就说 搞不好你真的很爱他 就是 就可以回到你身边啊 所以那种 我们就维持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他其实是有的 就是 如果你说好的话 真的 有这心态 我觉得有 真低过分 对啊 不然不会还是在那边 还在告白一次 然后说什么想你啊 什么的 还有要找一个 就是这么容易被骗的 也不多吧 对啊 我妈 对啊 三女 三女 怎么突然 什么 你妈 因为我也是大概在我国小的时候 才发现 就是我 我爸有前妻 然后 这集我好正经的 我的天啊 就是我妈是小三 而且那个发现的状态很屌 是我好像那时候 在衣柜里面乱翻东西 然后我就突然找到一个 好像离婚协议书 还是什么 就是那种 就是有前妻 还有我妈可能名字 然后就说什么 不要再骚扰我们之类的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不懂事 完全搞不懂这什么 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 就去问我妈说 妈这是啥啊 然后 我也忘记她那时候 跟我解释什么了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个 模糊的概念 其实也不是很懂这样 然后大概在国小的时候 我妈好像也被那个 原配就告了好多次 反正其实故事就是因为 我爸跟我妈 是办公室恋情 到错算故事 对 我妈是那时候的 就是可能算是一个业务 还是秘书什么的吧 然后反正就是一个 上对下的之间的感情 结果那时候我妈 就是被我爸骗 因为我爸就是会跟她 就一开始我妈 不知道我爸是有老婆的 可是后来就算知道之后 她还是会一直跟我妈说 她不爱她 会离开啊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 假如我妈今天收到的 那封论文 她应该也是会继续留下来 我觉得这是选择啊 对这是选择 我好震惊 我双重震惊 我也好震惊 我突然讲不出话 我也吓到天哪 对啊 而且我也是大概前几年才突然发现 就我爸跟我妈没有结婚 蛮厉害的 其实还没办法 还没办法回来这间 一时无法 突然间觉得我们好像也要贡献一点什么 但是偏偏没有 就其实我发现蛮常见的啦 外遇真的处处无所不在 我觉得外遇这件事情 如果说比方说 我现在如果有另外一半 那我可能去找一个男生 跟他在一起 我跟他说 我现在已经有另外一半 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就是让对方有选择的机会 但是我是没有选择的机会 就别在小时 那是直接被骗的 对对对 对对对 哇 那假如如果 因为你现在就是已经经历这一切 如果 男生想要出轨的话 他 他应该要注意哪些 他才可以成功出轨 哈哈哈哈 你现在是要交出轨 还是要交女生查清 我要先问清 我觉得我们是要交女生怎么避免 攻守 攻守 攻守啦 攻守 我觉得 教避免 我应该是个最最不好的范本吧 因为我是 我完全没发现 对啊 我完全没发现 你应该不能找我 但是如果要交男生怎么就是 偷吃到是可能可以问我 哈哈哈 想知道 想知道 会不会被全民 全国的女性变成就是公敌啊 想知道 请搜搜看 我觉得男生其实要避开的 就是很多 其实你要社公开 你知道就是脸书有个功能叫做 只有谁看不到 嗯 这个功能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多男生不知道这个功能 哦 对 他就单纯只是封锁 然后开一个假账号 哦 什么意思 是说他会选择他的受众 对对 他开始选择他的受众 哦 就是比如说他婚姻生活 就会只会给这些人看 没错 然后 假如说他有三个女友 他就是 没错 对对 没错 他可以设定说 哦 我这次要给 比方说我要给A看 我要给B看 我要给C看 或是同时要给ABC看 哦 就是你每一篇发文 你要记得就是去点他那个 分享给警线朋友啊 或什么 然后或者是下面再往下拉一点点 你们现在可以打开脸书 再往下拉一点点 就会有个其他说 哦 限制谁不能看 哦 指定的这样 没错没错 就是要避开主管 查你情理是可以这样 哦 或者是说 申请个假账号 比方说 哦可能 因为我们是网络上认识的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共同朋友 除非是后面 我们交往久了 还有就是共同朋友 所以他可以申请一个假账号 专门发文给你看 对对 来去就是应付 那也可以就是否他现任老婆的账号 然后去应付老婆这样子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那你之前有跟他朋友见过面吗 有啊有啊 那他朋友都没有说什么 都很正常 就都还蛮正常的 因为可能就是吃饭吧 就是大家 就是可能跟我们现在状况很像 很多对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觉得 就可能 我不知道他怎么跟他朋友解释的啦 对 但我觉得我在猜这些人 会这样做一些行为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 预估到真的发生后果了 他应该是可以自己承受这些的 对 不然这些真的很容易就 就是别扛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出轨 如果想出轨的 第二点注意事项 想出轨嘛 就是第二点注意事项 就是要记得 就是另外一半熟悉的东西 或是味道 像我觉得我完全不能出轨的原因 是因为我会记错人家 喜欢吃什么 比方说 我可能 我的前男友A 他喜欢吃辣 但是B 他是一点辣都不碰 可是我就会记错 我可能在跟B交往的时候 我就说 我要加辣 然后他就会 一个眼神看着我 你怎么 你不知道我不吃辣吗 那种感觉 尴尬 所以你对于他 这个男生的喜好 可能也记不太清楚 所以他对你的喜好 记得很清楚 对 我觉得是 细心的男生 才会这样 Scar危险了 危险了 惨了 我要守住 关利大师 对耶 因为他如果记得你喜欢什么 这根本 就是他不会记错我的生日 不会记错我讨厌什么 喜欢什么 然后也不会记错 我可能是什么时候 在哪里工作什么 反正他把我一切就是算记得都蛮清楚的 对 因为你说他还会查你情 对 他怎么有时间查你情 是不是 我 对对对 我全部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就是都会 哦天哪 你到底在干嘛 朋友是不是有点看笑话还是 没有 他们都很 其实他们第一次听到 就是跟你们刚刚的表情 因为我很冷静的讲完说 就是我一天早上醒来 就是接到我男朋友他老婆的电话 跟我说他已经结婚了 这样 我就 就是用这种方式去陈述这件事情 那你在那之前 你朋友有任何人觉得你男友有鬼吗 有 就是我自己觉得有鬼的那一段 哦 大家都觉得有鬼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有鬼 但又加上我自己觉得有鬼 所以去可以看一下身份证 结果 什么事还是有鬼 没事 心安 所以第三点就是要准备备用身份证是吗 之类的 之类的要记得去挂石 结婚这真的蛮夸张的 对啊 好震惊 那这样经历的这件事情 你后续还会再用交友软体吗 你还相信在网路上认识到的人吗 我觉得不用用一个 就是他只是一个案例 他只是一个案例 对他只是一个案例 但是我还是维持那个不太差情的我 哈 哦 没有办法 哦那你在教下一任的时候 你会比较 特别会注意什么 其实会会花比较多时间去 花比较多时间去跟自己说话 就是可能要 要疗伤 就是要有一段时间 我大概空窗了一年多 我觉得我没有因为这样而就是 学到 嗯 那叫教训吗 我不知道 我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去 就是怀疑其他人 哦 就是我觉得他是他的案子 那我找其他 比方说我今天可能找另外一个人 他是另外一个 他们都是不同的个体 不能把他混为一谈 哦 哇 哇 其实一个蛮棒的观点 还没上市对是我男生的一个性格 还是相信爱情 对这还是个案的 哦 就是可以看到对方的确切位置的那种APP 你可以接受吗 你说对方装就是来监视我吗 你们互相监视 互相监视 我觉得我不会去监视对方 我到现在我觉得那是很烦 那如果男生要求你要装呢 你会接受吗 那就装啊 反正就是我们彼此看到彼此 就是我不亏啊 我跟你讲 就是我觉得男生有心想要挡的话 我觉得他装人力 你也抓不到他的 哦呦 请分享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是这样啊 因为我没有用这个经验 举个例举个例 好 比如说好 你朋友生日 我要去买些惊喜给他 那但不能让他知道我现在人在哪 对 所以我会说我在家 然后我在可能看书工作之类的 但我也把我的Zenly就是定位在家里 然后我人就出门了 对 所以其实是抓不到的 如果他有心想要防你 让你安心 借由看这个来安心的话 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对 隐藏的第二只手机是不是 对 这也是一招 没错 对 把手机放在家里 对 哦 天呐 今天分享好多招 哈哈哈哈 谢谢 出轨大会 对的确是要蛮细心的男生 才会想到这些 哦 原来是这样 我真的想都还在 想着刚刚那一段是不是 还在刚刚那一段 我刚被连续震撼两次 连续重击 但我觉得我想要发表一下我的一个感受 就是我觉得真的需要给 李妮跟阿强一些鼓励 对就是很勇敢的讲述这些 我们听起来很沉重 很痛的一些过去 对但我觉得你们都去面对了 然后很勇敢 说像我妈吗 你应该要鼓励我妈吧 哈哈哈 不是因为你是他小孩 我觉得也是很冲击 对 我还好耶 我就只很討厭前妻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就是紅包 她好像也有在那個場合 然後其他人都給我幾千塊 啊只有給我六百塊 有跟你做得不錯 奇怪了 很抱歉笑出來了 怎麼會有場合 讓前妻跟大家一起見面呢 就我就不知道 我就是那時候小孩子 反正就是一個場合 現在想起來 我媽應該很痛苦 但就是我那時候 就是一個小孩 然後我媽那時候 還叫我去探勘她 就是對我態度 就給我六百塊 有什麼好態度之類的 對六百塊已經很好了 真的 她還願意給你 對 她還願意給你 好正向啊 對你們好正向啊 居士欸 對啊 除非其他人是六萬啊 那可能心理會比較不好 好吧 好啦對不起啊 我誤會你這麼久了 哈哈哈哈 六百也不錯了 對啊 那剛有聊到說 就是一些見網友 然後會有性騷擾嘛 然後有沒有一些讓你 很印象深刻的例子 還沒見面就有性騷擾 哦 對啊 應該是說 對方 我其實是玩國耐 國耐去認識這個男生 然後國耐他不是就聽聲音嗎 那我也沒有看照片 因為我包含我自己 也沒有放頭照 所以我覺得我不介意 那聲音算蠻好聽 他是個街頭藝人 然後中間都還好 但是他一直要約我見面 那我就覺得 好啊 那你就說 你見面比較好聊 我說哦 好啊 那本來要約見面 只是他跟我說 哦 跟你見面我會牽你的手 我說你在 你在說什麼 他牽我的手 你在工撒 你在工撒 工撒小朋友 對沒錯 我到底在工撒 然後他說 因為他的就是視神經好像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 所以他其實是接近 就是半忙這樣 然後我就 我就說 哦 那你可以扶著我的手 我覺得 就是你可能是這樣抓著我的手 我覺得這樣我會比較沒有那麼的 不安全感 就是不安全感比較沒那麼重要 然後他說 可是這樣扶很奇怪 我就想說 你他媽哪裡奇怪 所以他想要的是跟你 十指警扣 就是十指警扣之類的 我就十指警扣對我來講 還奇怪吧 真的很怪 對啊 然後他就一直說 因為他說他如果拿著那個盲帳 他會覺得很不好意思這樣子 然後我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你先到 然後你到了跟我講 然後他就後來就發了一串 他家的地址給我 我就想說 媽你給我地址 我就說 我很好 然後他說 這是我家地址 你不要傳給別人 然後我就想說 蛤 這感覺意圖蠻明顯的 然後我說 你家地址 你不會要我接你吧 然後他說 不然呢 真的騙過分 也有白目 蠻奇怪的 整個就是抓狂 反正他就說 我說好 那這樣好了 就是你就先到 我們約的那個星巴克 那我直接過去找你 這樣子比較好找 就跟我平常工作 約會廠商也一樣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找 結果他就說 他就後來大概 沉濕了大概半天吧 然後就忽然間 傳訊息跟我說 如果連牽手都不行 那我們不要見面好了 所以 我想說 是我做錯了什麼嗎 真的 還反過來生氣 奇怪了 他其實很大膽 因為如果他是街頭藝人 他應該算是 至少有點小有名氣 他有告訴我 我是沒聽過 他有告訴我 他是小有名氣的街頭藝人 所以他有說 他其實在玩 滾耐的時候 他有一些 他的小粉絲們 就是可能會接到電話 這樣子之類的 那我就覺得說 那你去騙你的小粉絲就好 你不能來騙我 我是姐姐沒有辦法 天啊 我好好奇啊 但這可能要 關掉麥克風才能問 我覺得這個就很尷尬 因為 也不用說心腸善良 或者是一般正常的女生 就會覺得說 蛤那我現在拒絕你是 就是我是不是 就是有點被情緒勒索 是不是我沒有愛心這樣子 還是我歧視你 對啊之類 可是就不是 因為我就是不想要牽你手啊 對 但又會因為剛好是 他本身有一些狀況 然後你就會想說 蛤我是不想要幫助別人嗎 之類的 我覺得這就是情緒勒索 這是耶 真的 我覺得很偏噁 這是噁難 對啊 對真的 我覺得如果說女生有遇到這種狀況 你就跟我一樣 就勇敢的跟他說不要 我確實沒有因為你可能身體上有障礙的去歧視你 或是對你有些不一樣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你不應該用你的缺陷來去綁架我的情緒 對 我是第一次聽到這種綁架 真的騙過分耶 因為其實會造成別人不舒服 因為你會真的不知道怎麼拒絕耶 對 那你有遇過就是那種 你當下覺得好像沒有怎麼樣 然後越想越不對勁了嗎 當下覺得沒有怎麼樣 很常就是PTT網友都會笑說越想越不對勁 就代表你好像是有計謀的 想要讓那個男生對你怎麼樣 然後你再去告他賺錢 可是因為我自己本身經歷 我真的是你當下不會有感覺 你當下覺得 你就會告訴自己說 真的沒什麼吧 好像就只是怎麼樣 然後你越想就覺得 可是我真的不舒服 但我也沒有想要去告他 我只是就想說我被性騷擾了 所以阿強遇到的這個經驗是怎麼樣 反正我那時候就是去印度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算是那種host family 就是他會讓你住你家 然後他就會帶你出去玩這樣 那時候他就是騎 不好意思阿又是擋車啦 反正就是不是因為我熱愛擋車 是因為印度的路況不是很好 你騎那種小摩托車是很容易死掉的 然後反正那個是要騎沙屎 因為他就感覺我好像對這個車滿有興趣的嘛 他就說他要教我 算是有點讓我坐前面 然後從後面這樣環抱我 就是從這樣要抓我的手啦 我那時候就想說 喔只是教學吧 對還在教學 然後那時候我可能就是騎得還不錯啦 他就是會大摸我大腿 就說一次這樣這樣這樣 是給你鼓勵嗎 對啦 對啦 我那時候就想說 啊他可能是在鼓勵我 可能印度人比較熱情這樣 然後他就是狂這樣喔 真的是 哇好多次 好大力喔 大腿蠻有弄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也沒有多想 我就想說喔我可能擋車真的騎得不錯吧 哈哈哈哈 反正我後來就回想這一切 真的是越想越不對勁耶 因為我其實當下是有覺得不舒服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 喔應該沒事吧 啊我衣服也都穿很多啊 嗯有什麼好 對 對然後我後來就問我朋友說 啊你們到底愛摸女生大腿的心情是嗎 他說啊就很爽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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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朋友這樣說嗎 對可是 是說在摸自己女朋友 可是就 如果是摸 其他女生感覺也是很爽 就是 他就說啊就很爽 因為我不懂圖的那個 因為我現在隨便亂摸別的男生大腿 我不會有什麼爽感啊 嗯 但是因為我自己個人就想到性騷擾 在台灣我就還好 其實我就想說 其實大家在那邊想越想越不對勁 其實這真的是 蠻合理的 因為 你當下可能會 告訴自己不要多想 哦對 對對對 反正我現在就想起來就覺得不爽耶 然後但我也無力就是算了 不知道他 他還活著嗎 哈哈哈哈 印度加油 最近新冠肺炎嗎 不好意思啊 真的蠻噁心的 對 有時候男生其實就圖一個吃豆腐的概念 對啊對啊 他先吃你豆腐 那是不是就可以再吃更多的 就很爽 就是更進一步之類的 對真的 就是也很 這種很容易比較發生在職場 就可能要一起去唱歌啊幹嘛 然後可能大家喝了酒 然後我就遇過就是 我就遇過我同事 因為我可能長得比較兇 所以男生比較不會親近我 然後我同事就是那種小妹妹剛畢業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唱歌 然後唱歌到後段的時候 可能就是有些該走的就是先走 然後剩沒幾個嘛 然後我就剩另外一個同事 然後他就是比較小妹妹那種 長得很可愛漂亮的一種女生 結果他就有點喝醉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男同事 一直搂他腰 一直瘋狂搂他腰 我整個就覺得 但是又不能給人家難看 結果我就往他身上潑酒 好帥啊 好帥啊 太帥了吧 就是假裝自己不小心 就是撥到人 沒有讓他難堪啦 好高超喔 一個亮相跌倒 假裝 對對對 就亮相跌倒假裝這樣子 你好厲害 好棒喔 你好棒 就是不要讓那女生繼續被騷擾 那我也給那男生台階一下 喔 那結果他擦完酒 欸走又放回來 就是他還是有意圖要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跟那女生說 欸差不多時間 我們明天早班 嗯 趕快回家 喔 對 哇 天啊 哇你很棒耶 對啊 性騷擾真的要注意耶 對啊 感覺屢見不鮮在各個場合 真的 而且其實不只女生啦 其實有時候男生可能也遇到 不少 哈哈哈 你這樣講代表你有過嗎 眼神看到誰 我想說小迪應該有一些可以分享 你說我嗎 我沒有被女生性騷擾過 但有被男生性騷擾過 對 然後我也是 當下你不會覺得那好像有什麼 然後你是事後才回想起來 欸其實是蠻不舒服的 然後他應該是有一些不好的意圖 嗯 對 就是大學的學長 那他會進我們宿舍 然後就讓我坐在他大腿上 然後我還是在玩我的遊戲 因為我 這真的不是性騷擾嗎 對 我不能死掉 我要控我的角色 我的 例如說我在玩黃鐘 然後我學長就 讓我坐在他大腿 然後開始幫我按摩 然後開始摸這樣 摸比較過分 就摸到大腿那一側這樣 就會讓你敏感的感覺 哇 對 但其實 呃後續是 因為心理學上有一個是 你行為已經發生了 然後 你為了不要讓自己這麼痛苦 所以你會去改變自己的態度 因為你行為是不可逆的嘛 所以你會告訴自己 其實 那可能沒什麼 那只是一個好玩 學長的一個愛 嗯 但其實真的在過更久以後 我才意識到說 喔原來這是一個 可以撐上性騷擾 然後比較不舒服的體驗 對對對 就是 對對對 學長的愛 學長的愛到底 哇學長的愛 真的很複雜愛 那你可以理解 你當下可能都會合理化 為了讓大家 讓自己 就是度過那個情境 你可能都會想一些解釋 對 那可能也是報應啦 因為有時候小時候 我有姓騷擾別人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故事 什麼 什麼 你小時候做了什麼事了 喔 小時候比較偏白目啦 因為我和我哥就是 兩個小朋友嘛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國小吧 那我的一個親戚 一個男生親戚 我就不講他的指稱了 就會來我們家睡覺 然後因為他睡覺就穿內褲嘛 就是夏天很熱 穿內褲涼涼涼的 那睡著以後 他的一根棒子就會掉出來 哈哈哈哈 然後我和我哥就會 想說 欸奇怪 掉出來 那我們就拿毛筆在那邊玩 哈哈哈哈哈哈 什麼 就在那邊玩看一下 會發生什麼事 他就發生什麼事嗎 就一直玩一直玩 然後最後就弄得有點誇張 那東西就掉出來了 就整 整豬掉出來 然後因為我們用太大力 我那個親戚就起床了 然後他就把我哥 整個要拖出去打我們 哈哈哈哈 很值得被揍 對之類的 就突然想起這個以前 原來我有出過這種事 這個就是野小 野小的小朋友 真的 就跟兩兄弟這樣子 對 但以前可能不懂啦 嗯 那個親戚應該是 算年紀大的 跟你們 對比較大一點的 嗯 就是 長長輩級的 不同輩分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對好 即使我不遇勿施於人 對好不好 好 所以你獲得了一次報應 對對對 哈哈哈 天啊好難面對 哈哈哈 而且我聽高強說 其實你玩過蠻多 就像剛有提到Goodnight嘛 就是那種只聲音的 對 調聲音 然後甚至不放照片 那現在在Goodnight上有什麼 對像嗎 欸 因為你這樣玩Goodnight大概多久了 其實他從很早期 就是有限定時間的時候 我記得是晚上10點 然後開始到就是 我真的是蠻早期的Goodnight 玩家 他應該5年前左右了 就是很很久一段時間 也是跟差不多Btalk同期 開始玩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那時候不知道 忘記為什麼會下載這個 然後就 我覺得用聲音聊天也蠻有趣的 就是反正我又看不到你 那時候還真的沒 真的連就是你是家好友 你都還看不到對方 哦 很早期了 那我覺得這個 你反而可以找到真的 嗯 可能或許比你真正的朋友 更了解你的人 哦 或許 哇 這個註解下的其實蠻 對啊 所以有遇到這樣的 就是朋友了嗎 我最近有就是聊到一個 小我7歲的男生 哦 他就是 他很可愛 他住高雄 對 然後他聲音也很好聽 我們認識差不多3 4個月 我們才見第一次面 嗯 他來台北就工作 然後我們就晚上吃飯 那我覺得這個小男生就是很害羞 我就說 我最後還問他就是他離開的時候 因為我我就是送他去捷運站 那我自己帶他捷運回家 嗯 我說你到住的地方跟我說一下 然後他就也沒回 後來回的時候 我說你今天是不是有點害羞 他說對 真的就是很害羞 我說哦 那你就是可以不用那麼害羞 真的 然後他就說 可是其實我剛剛就是有點就是想簽你的手這樣子 我就說 那你簽我的手 可能你就會看不到我 有人說那你就勇敢簽起來吧 我以為 原來 好險沒簽 我覺得他很可愛 我就覺得這種 而且他算是跟我就是 因為我很少遇到跟我一樣喜歡吃香菜的人 我超愛吃香菜 我吃香菜跟吃生菜沙拉一樣 哇 因為香菜常年佔據這個最討厭的蔬菜 對 對 對我超級很很少遇到 就是我以前同事看我吃香菜就覺得 哦 媽你在吃什麼 但香菜就是很少人喜歡 那我就超愛 我超級愛 那你愛是不是可以愛到把整豬拿起來啃嗎 這樣 也不至於啦 但是整豬拿起來才會有土 我也是可以的 就是弄成 就是其實他 他是 好啦 每個人就是愛吃的東西不一樣 就真的愛 對 我就很難找到 他就跟我一樣很喜歡吃香菜 就是我們吃那種大腸麵 先知道香菜疊起來跟山一樣 好可愛哦 完全無法想像 這樣真的會感覺就是 哇天哪遇到So mad這樣 哇哇哇 真的是So mad 哇 哇 然後因為我是個就是對床有極大潔癖 誰敢就是 就是把那個就是沒有洗過的東西放在我床上試看那種 他也跟我一樣 哇天哪很多共同點 就是我們就說我們是就是不同年代的平行時空 哇 很浪漫 哇其實蠻浪漫的 而且是就是你會想像就是在 是在一個焦耳軟 你在網路上 然後這樣子 遇到一個跟自己這麼像 遇到一個 哇 什麼興趣什麼都跟我一樣的人 我真的活這麼久沒看過有人是愛吃香菜 對 他剛講他很愛 他那個眼神是有發光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 把他灌起來 超愛 太興奮了 他可能就是 喔香菜可以啊 對 可以 你都可以 香菜可以啊 很可以 我從來吃香菜 超愛 哈哈哈 所以還會再跟這個小男孩繼續聯絡 會還是會繼續聯絡 可能就是我可能去高雄 或是我們 我們有說啊就是如果剛好就是在同一個地點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約出來就是吃飯幹嘛之類的 因為他工作的關係其實也是難背跑 然後 我有時候也會去可能就是台南啊 或是其他地方玩啊 他說如果有空的話就可以見個面這樣子 就是沒有目的性 他的他也沒有對你有不應該有的目的 後來又回想到那個小男孩 害羞的小男孩 他這樣會不會心痛啊 因為你說你不讓他牽他的 就還好啊 就是我就說 因為我也跟他說過 其實我不喜歡男生就是 就是在我們不熟的狀況下有任何之間接觸 畢是第一次見面嗎 對啊 就是尊重 就是我尊重你的巴黎 你也尊重我的巴黎 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在一起 你們這樣會是遠距嗎 很遠耶 哈哈哈哈哈 很遠耶 真的遠 很遠耶 所以真的不在意遠距 我覺得 我不在意 我真是認真不在意遠距 我有交過最遠的是在大陸 哇 那你們有約去吃香菜火鍋嗎 香菜火鍋還沒有 那我們有說就是要就是 一起去吃哪一家的大杭麵線 然後他香菜可以這樣 啪 啪 啪 好可愛喔 對很可愛 你們的行程都圍繞著香菜 哈哈 有香菜就開心 真的香菜真的很好吃 哈哈哈哈 太愛了吧 哇太喜歡了 哈哈哈 這是我無法理解的世界 哈哈哈 那你知道會吃什麼 你都想要配香菜 吃什麼 什麼料理都要配 不至於啊 就是也 我不可能玉米能參加香菜 哦 所以還是會選 還是會 因為你知道有一種就是什麼宜蘭的名產 是一種像潤餅卷 那裡面包冰淇淋 包成卷 冰淇淋 對那個你可以 可以啊 怎麼不行 哈哈哈哈 那個其實蠻好吃 我想說那個香菜 然後又甜 又 我就 哈哈哈 我跟你說 你是單純對香菜有其事 原來是這樣子 我會怕 我會怕 對 那個其實蠻搭的 我會主動吃那個 哎呦 雖然我沒有到特別愛香菜 但那個 哦 絕妙的體驗 哈哈哈 士林夜市好像也有 嗯 很特別 好啦去試試看 好啦 學習了 就最後竟然一直在討論 哈哈哈 現在這個太有趣了 對 難得看到一個人 太可愛了 就你們 你們之間的互動太可愛了 嗯 對 那他會聽這集節目嗎 你會跟他說嗎 那你會跟他說嗎 我考慮一下 哈哈哈 他應該會很開心 哦 所以你們現在的狀態 其實算是彼此知道 對方都有好感 對 對 但是還沒有要進到下一步 對 然後就是決定先這樣 繼續看看 對 哦 嗯 那你覺得在什麼時候 你們可以進入下一步 什麼時候 有人開口的時候吧 哦 哦 哦 這一集很關鍵啦 我們下一集有來賓了 哈哈哈 邀請兩位香菜小情侶 哈哈哈 一個從高雄來的來賓 哇 哇 好可愛哦 嗯 好可愛 這就 等等他了 好 懂了吧 懂了吧 想盡辦法讓他聽到這個聲音 哈哈哈 哇 哇 突然被就是進化了耶 就前面 前面有一些小 十三啊 對啊 然後有一些沉重的故事 對對 但現在趕快有波雲見日 就一切都在被這可愛的氛圍融化 對 沒錯 所以這是 再度是不要放棄希望 對 要相信愛情啊 應該也就是 你不要因為你過去的就是傷害 而去否定你現在眼前這個人 嗯 嗯 因為那不是你的錯 哦 對 沒錯 那不是你的錯 對 而且說不定說謊的人更痛苦啊 哦 哦 說謊的人要吞一千根針 對 哈哈哈 感覺很開心 說謊的人要吃香菜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最大中 笑太開心了吧 哈哈哈 開始每天說謊了 哈哈哈 像我就不敢說謊了 哈哈哈 對我覺得很感謝 李妮給我們這個像雲霄飛車般的一個體驗 就從一個很沉重啊 然後可能我們也一度質疑 欸 到底愛情是什麼 然後真的要相信網路上認識的人嗎 然後到現在 他遇到了一個這麼有趣的對象 對 然後他們其實可以看得出來他的眼神就是 欸 就發光了 跟剛剛完全不太一樣 對 那不知道是因為香菜 對 不知道是喜歡香菜還是喜歡的效果 對 但是有加分啦 是有加分 對 對 那個香菜的故事 李妮有沒有什麼就是想要對那種 真的很害怕交友軟體 或覺得交友軟體是約炮的 你覺得 可以給他們的一點建議 出去之前先保護好自己安全 嗯 所以這是重點啊 你就是 去交朋友 你不要設目的 那反正你會有更大的收穫 嗯 不要設目的 然後要保護自己 敞開心胸 對 對 嘗試一切 香菜也嘗試 哈哈哈哈哈 我又回到香菜 哈哈哈哈 對的跟山一樣 哈哈哈哈 好的 那今天感謝李妮的來臨 耶 謝謝你的分享 耶 謝謝 各位觀眾我們 Apple五星好評 Apple五星好評 分享給所有的朋友 然後如果你有有趣的事情 像李妮這樣子的 對 在交友軟體上啊 或者在網路上面 或者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想要分享 你都可以IG私訊我們 非常歡迎高雄來的朋友 好的 好的 好 那就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好 好 hospital 成功 by bambu